怪兽皮骨萌要来做什么呢? 原来,他想要问粗大特曼要糖果呢? No! 粗大说,这个糖果不能给你 皮骨萌好伤心地离开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走了过来 不是说了糖果不能给你吗? 站住,把披风还给我 原来,这是皮骨萌和达达在捣蛋呢 很快,粗大特曼就追上了他们 达达说,拿你的糖果来换披风吧 这时候,粗大特曼才想起来 原来今天是万圣节啊 那好吧,那就把这些食丸给你们吧 皮骨们看到有这么多好玩的食丸 好开心啊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里面的食丸吧 这是罗布奥特曼的街机卡片威化饼干 这里面有一张奥特曼的街机卡片 这是哪一位奥特曼呢? 原来是银河奥特曼 他在发射他的必杀季光线呢 奥特曼的肚子正好有点饿了 让我们把这块威化饼干喂给罗素奥特曼 嗯,好脆的饼干啊 罗素奥特曼充满了能量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奥特曼的可动人偶和玩 这里面一共有三个种类的奥特曼 分别是罗布奥特曼兄弟 还有艾克斯的究极形态呢 那我们会抽到哪一个呢? 这里面还有房子的模型 而且他们还可以摆出各种各样的帅气造型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抽到的是哪一个呢? 是一个红色的奥特曼 那你们知道这是哪一位奥特曼吗? 把他的头装上 原来是罗素奥特曼的火焰形态 再把他的手装上 哇哦,他的手好像是握拳的 这里还有他的武器 罗布头标、罗素形态 把他们也装上 那他可以发出二刀流的攻击 是两把双刀呢 让我们来摆一个 帅气的作战姿势 接下来,是谁给我们带来 罗布奥特曼的水晶盒丸呢? 是杰德奥特曼 那你们知道是什么形态吗? 他给我们带来的这位奥特曼 他的属性是王 看起来好霸气啊 让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是一个紫色的水晶 里面还有一个口香糖 哇哦,那让我们用罗布回旋闪光 来召唤这位霸气的奥特曼 让我们把口香糖喂给两位奥特曼 诶,奥特曼不见了 原来,他们吃了口香糖之后 缩小了 变成了迷你的奥特曼 好啦,以上就是达达和皮股萌 给大家带来的奥特曼小剧场 那你们更喜欢他们哪一位的表现呢? 可以给我留言哦 诶,南瓜头里面好像出现了什么? 哇哦,原来是巨大的除道特曼 哈哈,原来除道特曼 也要来向他们讨糖果呢 哦,不好了 他们好像没有准备糖果呢 赶紧跑啊 嗯,不好了